通告艺人啾啾在这个月初被抢了价值四五万块钱的名牌包包 今天下午警方宣布破案了 还找回了已经被歹徒当掉的赃物 那么啾啾也特别到警局去领回他的名牌包 见到媒体的大阵仗 他只说自己以后不敢带名牌包了 还想要给警察来个爱的报告 这破案记者会也然成了艺人的宣传会了 通告艺人啾啾搭有人的车到警局 一见媒体守候索性把车往前开 先来个家常版台步入场 之所以出现在警局 是因为啾啾月初被两名歹徒 抢走放在机车踏板上 价值四万元的名牌包 警方顺利逮到抢匪找回赃物 通知被害人来领回 啾啾走进侦察队 嫌自己衣服穿太低 一个回头整理后再走一次 虽然只是领个包包 但身为艺人 当然做什么都要美美的 非常开心一起出望望 因为我没有料到 就是可以找得回来 亲爱的包包失而复得 啾啾开心之余 还想给破案的警方来个爱的报告 把平时拘谨的侦察队长 给吓了一大跳 喂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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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的厉害 谢谢 谢谢 我现在不敢再用名牌包 因为像我现在就是买了一个 就是一般一千出头的 佐二包包 我觉得就很好看 然后就算再被抢 我应该也不会那么心痛 得知抢匪缺钱吸毒 专抢名牌包变卖 啾啾现在改背一千多块钱的 低调平价包 只是面对媒体又是转圈圈 又是走台步 破案记者会意外让啾啾 转到媒体版面 明镜新闻超李志瑞台北报导